2 3 4 大家好 我叫潘元来自于北京 09年毕业于中国管理软件学院新闻系 我曾经从事过三份工作 编辑 文秘 还有平面模特 今天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份行政的工作 谢谢大家 先回答一个问题 你是正能量强还是负能量强 但是一说那经历 怎么让人听得都不像正能量强呢 09年到现在 几年 三年 干了几份工作 三份 所以咱就是一年换一份工作 算是吧 因为中间很多人 第一份是什么 组稿编辑 是在杂志 是一个出版社 香港的一个私人出版社 干了将近一年 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就是做组稿编辑 不是 中间还换了很多 先做组稿编辑 对 然后后来他把我调成自己的个人文秘了 那老板是男的女的 男的 动手动脚的平时 挺让我挺不开心的 这过程持续了有多久 三四个月 就中间就发生很多事 后来我觉得我忍不下去了 我就辞职了 走了 对 第二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 是在一个日企 日企 是一个就是 那个算是 因为总经理是我妈呀 我就去给我妈做文明 你妈是一个日企的总经理 嗯 你去干嘛去呀 做文明 今天跟着她 你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为什么又不做了呢 我不能 我不能一直靠着我妈呀 那 你可以不靠你妈 那个企业怎么样 企业挺好的 就是做儿童鞋帽的 但是我不会日语 我日语重新再学的话 需要挺长时间的 而且我对外语没兴趣 好 这个又干了多久呢 干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 中间都间隔几个月嘛 然后 然后呢 干的是淘宝的平面模特 淘宝的平面模特 你是把它当个职业来做的吗 嗯 算是吧 这是个职业 哦 这是个职业 有很多这样专门的公司 这不是兼职 有很多专门给淘宝的 各种那个C2C的店 牌各种服饰的这种 而且叫麻豆 是吧 很多的 而且很大 你就是在这样的公司里 对 当平面模特 对 一直到现在 我现在不想做了 我觉得我也胖了 我年纪也大了 小姑娘其实挺可爱 但是就是这种 执意感不太强 会让人觉得 把工作交给她吧 心里有点 不脱底 不稳的 今天来找什么样的工作 找一份行政 文秘 好像这一类的 对行业有要求吗 无所谓啊 因为每个 这个跟 就是企业不怎么占边 我觉得 就做行政 对 就做文秘 对 对老板有要求吗 没有 我觉得 无所谓啊 因为我跟他们 我感觉我跟boss们 是接触不到的 因为我做行政 可能就跟他们 接触不到他们 所以上来之后 那你直接就给自己 定性了一个 特别基础的岗位 对 我觉得 从最基本做起吧 你给自己的 那个职业规划呢 做两三年吧 两三年我想 应该能生成过管理 嗯 差不多 你的心理年龄 大概15岁 没有吧 没那么低 因为很少有女孩子 25岁 说完话之后 还在吐舌头的 因为话 紧张紧张 紧张 你对心经的期待值是 底心就好了 我没有要求这个 就是对底心 两千起吧 哇 你真 你真是把自己 我问个问题 真是把自己 来 这样的构题 来 苏泽 我猜你的家境还不错 是吧 还好吧 嗯 所以就说 我能理解 就是说 你刚才其实提到了 你两年之后 能当个主管 这个是基于你的上进心 还是说 你觉得 你有这样的这个 能力 把行政简单的工作做好 一个是上进心 一个是 我觉得我有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他也有什么问题 哎 你知道 苏泽 你看你和他 沟通了一个问题之后 你就发现 你没法继续问了吧 这个 参与员有一招 就是不管什么 任何问题 说完了之后 但邵刚 你还问吗 但邵刚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就是个麻烦 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一个巴掌拍不行 你以后要注意 我像你说一件事 他说 你冲我 玩耳一笑的时候 我心里扑通扑通乱跳 我说你怎么要 听我这么笑 说明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其实内心 挺单纯的 挺不成熟的 对 但是在职场中 就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会让人取解 我在想 为什么会出现 职场性骚扰 为什么我们在职场 这么多年 又没有人敢骚扰我们 就是你一定要让 因为你是老板 我曾经也不是老板 不要让男性 有可乘之机 这个非常重要 少刚我这我还是想 真的想补充一句话 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在单位里面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说得很清楚 这个绝对是上级的问题 是的 就刚才描述的那种场景 这个是不可以容忍的 对 这个我们也可以建议 所有的女生 我们也可以建议 你以后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说出来 或者说把这个事情 就不容忍 但是你当时你容忍了 这个不是你的错 这个是你上级的错 这话既跟潘元说 也跟所有年轻的女孩子说 当这种事情 当这种不舒服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说不出来男性话 但是就这种表情 就这种 对 死给别人看的表情 对 就一下立刻就给他摆出一副 要死给他看的样子 这是太苦 再延伸一下 其实从职场的角度来说 刚才 比如说我们就回到 你刚才的语言 你比较 几个比较典型的语言 无所谓 对啊 比如说无所谓 比如说问到家境 还好吧 就这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你的边界不清楚 好吧 所以呢 就是做人做事呢 特别在职场的新人 要让别人感觉 你是有边界的 你是有底线的 是清楚的 好 这个事情我还是想 明白了 谢谢 我们今天这么 我们今天这么跟你说 算不算太严厉 不算呀 挺好的 不算吗 来 你喜欢什么行业 喜欢什么样的氛围 对 比较倾向于传媒出版 还是这一块的吧 因为毕竟自己专业在这放着 我还是比较熟这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新闻系的嘛 氛围就是 我感觉差不多是那样吧 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吧 就是健康向上的 正规企业的 但是有可能有不同分别 有的公司它比较这个轻松 有的公司可能就像打鸡血一样 特别特别的那个 这个 我还是喜欢 能够紧一点的 喜欢紧一点 那块那块那块 还有一个企业叫巨美优品 知道吗 我挺喜欢的 就是特兴奋的 就是从老板从上到下 都跟打鸡血一样的 那种就每天早晨去了单位 多嗨啊 我们就这样 还挺嗨的吗 对 我们每天都这样 这样多热情啊 天天这样谁受得了 正能量 低印象低印象 两千块钱的底线 所以很基层的岗位 能不能给 去或者留 选 小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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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胖离开了 天生我有才 我问一个行政相关的问题 行政会管前台 知道吧 行政人员会管前台 前台是里头一个角色 譬如说你管前台 你认为前台的行为准则 包含了哪些 前台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要做到什么样的标准 好 我是第一天来的前台 你是我的主管 你得给我讲 来吧 新来的呀 新来的 姐 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那个 你现在是前台 前台你首先要笑 笑 微笑 微笑 然后来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记录 电话记录 对 一定要记录下来 好的 然后如果说有人过来问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热情 要热情接待别人 对 然后带客人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带到总经理那边之后 一定要记着 然后先问这个人 然后问他是干嘛的 然后名字什么的 然后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记下来之后 然后带进去 然后大概你就注意这几点吧 然后就比较认真就好了 如果要是一个经理 特别讨厌的人 他老在这儿 我怎么办呢 那就肯定是 你争取拖住他呀 然后如果说你拖不住的话 你喊我来 我把他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你觉得他非要闯进去的时候 你就赶紧把我叫来 我来阻止他 其实行政的工作 看上去很简单 但其实他对专业经验要求很低 他要求的是你这种 非常综合素质的考验 你刚才提到那几个点里头 其实提到了微笑 提到了要对客人进行有效的接待 和这个不必要的这种引导 这两点提到了 但其实我会发现 其实你在这方面 有可能跟你之前 小工作经验有关系 想的是非常的不周全的 因为我招过二十四五岁 然后也是做这个事情的综合素质很高 他告诉我 我认为我管这一块钱 他应该怎么管 给我拉出来十几条 比他想的要充分的多 潘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找工作 你想过吗 我想让自己成长起来 我不想让每次都是爸妈的翅膀 都是护着我 我真的是想自己出来试试 我跟你讲 其实八五八六的孩子 现在在很多职场 都已经是中层中高层管理者了 而你现在表现出来 在职场非常的弱 而且你站在这里的状态 特别像一个小公主 所以我就想问你 找工作是为了打发时间 还是有职业追求 我不是为打发时间 我要为打发时间 我平面模特 我可以一直坐下去 我渐渐肥 我才瘦点 我照样可以去做平面模特了 是吧 我就是是想着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想的是想一辈子坐下去的 好 这样 那么你做了什么准备呢 你未进入职场 比如说你就是做文员 不要再问准备了 他的准备不够充分 刚才通过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总结 包括苏赛问题里面的 对行政的那个考察 说明他的准备不够充分 其实我都不需要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是想一再地提醒 你真的要成为一个职场女性 要做无数的技能的准备 心理的准备 但是与此同时 我也要替潘元说一句话 潘元26岁 马上26岁 尹峰你说得非常对 有一些26岁的姑娘小伙 都已经做到中层了 但是他今天提到的 那个职位和薪金要求 不也恰恰就是一个最基层的 那么一个职位和薪金要求吗 九位 市区市流 选 蔡虎离开 宇峰离开 海南离开 苏赛离开 还有五位留下来 听一下职位 来 百合网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百合网的 这个行政部的专员 百合网行政部的专员 来 我能提供的就是图书销售的 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的 但是呢 因为刚才整场都在说正能量 下来以后你联系我 我送给你一本正能量 这本书 让你知道什么是正能量 真正的职场正能量包含什么样的东西 好 谢谢 送一本书 一共的职位是 无数教授 五八 五八同城是一个 提供给你的岗位是我们行政部的专员 五八同城是一个特别简单 快乐向上的公司 跟你的需求完全吻合 好的 来 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给你提供的是我们 中小学各进化 全国家梦中心的行政助理 好 这么一个岗位 来 我给你提供工作呢是美容编辑 实际上做编辑的时候 我们有的漂亮的编辑会自己去做模特 符合你的两个特征编辑和模特 第三个呢 聚美有品呢 这个团队是个完全女性化的团队 但更有历史一点是 我们的员工手册写明了 直接上级和下级发生恋爱关系的上级走人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正规严肃的企业 对不起 然后走上前去把其中的三盏灯灭掉 对不起 聚美优品 五八同城 百合网 谢谢您 对不起 再见 经过思考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巨美优品 还是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巨美优品 好像是没有做好准备 抱索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就没有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就有点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 说起是吧 那最后薪水满意吗 挺满意的 挺满意了 因为我觉得 什么人拿什么工资吧 我觉得自己起点就比较低 好的 那加油 准备有品工得很快 谢谢